七百萬種生活 我們的生活是因為疫情下 被迫和人隔開了一段社交距離 不過聲音不會被距離相隔 所以我們有這個新節目叫七百萬種聲音 希望用聲音去表達和講一些香港人的故事給大家聽見 你有沒有什麼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平時走出旺角油麻地的時候 我都對這些招牌危紅燈的夜總會店舖很有興趣 我以為你是暈壓泡 其實我到現在都很想知道現在有什麼人不會去 其實現在它是在什麼環境上 是有什麼雷雷 有什麼人會在上面工作 想知道現在的環境大概是怎樣 但又不敢上去 之後就想不如光明靜大 我們拍過關於夜總會的故事就行了 但我想先說下你的期望 不是每個人都好像華登初上林心如那樣 那些小姐 香港可能好像吳君如那樣 吳君如你也OK的 也OK的 但你剛才提到受訪者是什麼人 她是在1995年就開始入行的媽媽傘 她就是大中世祥也做過 那什麼叫做大中世祥呢 我們一會就會說到 但是你這個媽媽傘 不是你因為踩上夜總會而認識的 其實你已經踩上去 不是我是一個受訪者介紹 她給我人答人怎樣認識 所以今天我們就找了阿珊來跟我們聊聊天 嗯 七百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見證過 紙最金迷的夜香港 香港夜總會的類型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就是上樓的住家式會所 認識人才可以去到的 第二類就是尖東的大牆 這種就最符合我們看港產片的形象 裝環華麗又有大舞池 而第三類就是位於旺角佐敦一帶的中世祥 當中就以金漢大廈 和旺角的新興大廈是最出名 一棟大廈 不同的樓層 都會有不同的夜總會 雀會 桑拿等等 而今集的嘉賓阿珊 就在大牆中世祥也做過 九年我較早的時間做適應 哦 花刀那些就是很大的招牌 中國城大富賀 為何你會去花刀做適應 適應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適應工作 是否特別游泳多些 或者貼士重些 所以當時就吸引了你進去做適應 在報紙聘請時應 就打算是大一點的地方 他會人工高一點 就是這樣 我一進去的時候 見到他的裝潢 那些裝潢 就好像我在電影上看 他見你 你告訴他你做適應 他就會額頭說 好啊 適應是會怎樣做 但到最後他就說 其實適應是很辛苦的 你的手會很累 或者會好什麼好什麼 然後就說 不如你跟我做小姐 即是當時他已經垂研你的美式 叫你引你入行 因為可能我太漂亮了 不適宜做適應 但我想他對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堅持就做了適應 八幾年 當時都很旺的 我們會穿背心那些 會放在你三代 總之他見到他就放進去 有些放五百 有些放一百 如果部長那些 還給一千 即是老闆才能去的地方 其實是消費很高的地方 還有大場他會有表演 跳脫衣舞 我剛剛做適應 我只顧著看表演 不做事 那些部長他就會用電筒 離遠後他就會拿電筒照我 我覺得如果是Sam 應該會經常被人照 他應該會很面對看表演 難得進去看 之後你由小姐開始做的 是否都是在大場那裡做 不是 因為大場和細場的分別 就是大場一定是沒有金魚 沒有金魚 是沒有金魚這件事的 夜總會又有另外一個稱呼 叫做金魚缸 而金魚就是只能觀賞 不能帶出街的女兒 木魚就是和想用來敲擊的髮器 簡單一點 就是可以拼搏的 世上可以有選擇 哦 我只進去喝酒 參與去玩 如果你不欠錢 你沒有欠錢 我最多就下班 這樣就可以了 你幾個月做完這個事業之後 當作儲了一個快錢 之後就去日本讀書 等錢花啊 還是有什麼因素 令到你由試應變成小姐呢 回來之後要還錢 我爸爸有Tanzer的方法 又要還錢 我同學就說 你喜歡什麼時候回就什麼時候回 因為那時候 日後我們回日本公司的寫自由 其實很自由而已 我就隨便 賺到錢做PRO 我都是要喝的 如果你又不喝 又不出齋 那你怎樣做呢 沒有人會給你工作 就這樣開始了 都是為賺錢 是的 我真是你剛剛從日本回來的幾個月 早上就要在日本公司的寫字樓上班 然後晚上就繼續去做公關小姐 那你每晚都喝這麼多 你早上上班一定會遲到的 那你經常喝醉的就是什麼 總公司就找了一個日本婆婆過來 原來她就記下我上班時間 那我說如果既然你們是不用我的呢 那我就立刻不做了 我就立刻走了 那也不用你介紹我去別的地方 如果我要找的 我一定會找到 我不用你介紹 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但是性格衰 就是性格又要很強這樣 不可以送給你看 你不要我我走 但其實是自己追了 所以不是我選的 是不能選的 那我都要還錢 我爸爸又要醫病 那我就索性 算了不穩了 就全職去了PR 是的 你一開始上班的時候 可能在夜場回到家人 知不知道 其實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們都走了 都不知道的 即是你一直都瞞著家人的 是的 因為我搬了出來住 因為我做PR的時候 我不是十八歲 不是二十歲 即是我的年紀都有差不多 我自己也有差不多年歷了 如果我們這行 二十三歲 二十三、二十五歲 都叫做中女的 不是叫做小女的 喂 你的手是什麼意思啊 Sam 媽媽帶你入台 站在門口 其實你感覺到 即是你未起床 我都已經掉頭走了 不用你叫我 即是說對不對 其實你做了多久 女女才升做媽媽 兩個分別有沒有什麼不同 兩三個有 當然有不同 即是老闆他覺得我是做到事 他說不如做公司媽媽 沒有人教我的 我都是看最聰明的那兩個 但我想問 你老闆叫你做媽媽生 你有一些特質 令他覺得你是適合做 聰明是為止他們管到那些女兒 還是他們賺到很多錢 做到生意 你們上來我去招呼你 可以令到你記得我 每一次來你都是找我的 那這個就是本錢 哦 如果你找另一個 那變成那些鐘就不是你的 什麼為止阿新說的鐘呢 其實做大班的收入 可以簡單分為固定人工的包身 還是多勞多得的拆鐘 阿新就說 現在一個小時會拆做六十多票 假設一個客對一個女孩 一個小時六十票 每一票就七個三 那這些票就是大班的收入了 我自己的眼睛見 拍攝很多 樓都買兩層 買車 買樓 買嬌 不要說一年 坦地找十多晚一天 那你為甚麼買樓 但這些可能是涉及犯法的 有風險的東西 他說我撈來撈去 不是梅艷芳的 他說梅菜 我不是說我自己是高尚 不過倒也有道 總之 或者我小膽 我都是包身 每個月出糧是萬多元 到現在都是 到現在都是 我應該是賺很多錢的時間 那個黃金時間過了 我是在做這一行 但我有時做一些都不是這一行做的事 例如呢? 例如我不贊成吸毒 如果你不是開街的 你不要去街 有個女生 都跟了很多年了 現在疫情有很低迷的時間 她想賺錢 我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出街呢 我說 你不如不要回 我問我的客人有沒有工作 小女兒想上班 客和女兒都是我們這行的財富 但是有些媽媽和客人的交情深 而那些客人是壞人來的 她都不是一個好的媽媽 那你一拍即合 女生而已 是這麼賤的 她出來做就預料被人搞的 那最吃虧的就是那些女兒 最慘的是有時你跟了她 她不好你還以為她很好 那些才是最慘的 接著有一個親眼看到 但是處理不到的 其實如果你喝醉酒 和你抬出來 我們是分到的 我們是分到那個步伐的 即是看到你是真是醉酒 還是被人盜 那女生是跟了Karen 當時看到Karen 你就抬著那個女生一邊手 客人又抬著一邊手 我們二樓那裡是租房的 說要下去說她醉了 接著我們全部看到 她不像醉 我們真的這樣說她不像醉 是呀她真的醉了 但因為是跟你的 跟你的我們是出不了聲 是呀 因為我說她醉了 是呀 我說她醉了但醉了 現在我是她媽媽 這樣 是呀是呀 那個女生真是 又是不省人事 那就被人抬了下去了 但是剛才聽你這麼說 又有分媽媽又有分PR 其實整個家構有甚麼人物 在夜總會裏面 老闆是不會做聲音登記的 因為你這間場有甚麼事要揹飛 譬如我是拿錢出來的那個 那我現在叫Karen和Sam 你們幫我看著這間場 那你就是這間場的老闆 那你就再找人 你找一個老總 老總就找經理 經理就找大班 大班就找PR 那個家構就這樣 大班就是媽媽爹地 俗稱有時叫老爸 叫老母 統稱就是大班 我不知道有爹地的 對 有爹地的 有的 因為男的找女生開工是容易一點的 蛤 異性相級 有些是用這個手法來 同一時間他可以跟三四個女生 都是跟他一起 而是叫他跟他開工 哇 很複雜 不是啊 他用感情來做一個手段 我認識那個人真的很聰明 好像鄭依健一樣 我們這一行叫他做 你這個如果放了出去就知道我會說他 他真的叫依健 因為他遲所以叫依健 他真的是遲的 他也很聰明 不過最後都是不成功 有不良嗜好就 多聰明都會變成等於沒有 即是旺賭讀不良嗜好 到最後我看到他好像很落學 性格問題 如果你真是一個人夠堅定的 你根本都不會選這些工作 你說以前可能登報紙 寫話請文職 之後可能是怎樣哄到他 可能由文職變成PR 其實每一個場 他都有一個擺屁架 還有兩張寫字桌子 在那裏見 建工的時間就告訴他 叫他抄一下鐘表 數目字 總之就有一些文書的東西 給他寫 其實是不需要寫字的 比如一到中段 所謂中段 比如五六點 那些時間就會開始旺 你可能叫他三點 或者四點來見工 比如一旺的時間 一到就告訴他 我們現在不夠人用 你可不可以出去幫幫忙 馬上試工了 其實很簡單 你只是幫他倒酒 跟他點歌 這樣就可以了 你坐在那裡招呼一下他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有百多元一個鐘 我真的想 其實那些人怎樣都會對職業有些抗拒 然後等他 不如你試吧 然後試了一晚 他開始接受了一件事 那就叫做騙了他入行 以前是男生 多數男生在外面喝酒 黃色 混合 我真的派衣麵出去 就簡直是 爸爸扮個客人 在一間房裡等他進來 那他 是不是可以對他很好 可以跟他聊天 可以跟他聊天 或者不觸碰他 不摸他 真的可以跟他聊天 那他就會 原來這麼簡單 原來 好了 到他做下了 他自己已經 都跳不出來 做下了 以前就說 寫字樓請文員 現在就簡直是說 PR 每天出糧 現金出糧 沒有掩飾 不需要騙你 開始Facebook 和Instagram 可以認證到那些 多數都是大學生 他們賺錢買花帶 還是真的賺學費 那樣多 有一部分 是覺得他真的賺學費 即是 讀書 要交學費 即是 他們都可以賺千多元一天 一萬 或者 做到四五點下班 例如 暑假一過了 你不見他 你打電話 都打不通 找不到他 這些就是 這些真的 是賺學費的 譬如我現在來 想去 身上去光顧 那流程大概是怎樣的呢 是否有媽媽介紹 問你 適不適合誰 那些 那些 他依然都是對光顧夜 總會有很大的fantasy 哈哈 就正如你所說的 這樣 有分識和不識 如果不識的 我們就叫介紹台 如果識的 就叫熟客台 那不能選擇 介紹台 但大班會怎樣決定 輪牌 經理 媽媽 然後女兒 這樣為之一組人 那就是A組 那你自然 那些媽媽就會有客 或者輪介桌 那樣 你就帶自己那些 當然 一般是三十分鐘 為之一拍 喔 這麼短 對 三十分鐘 那我就會叫女生出來 就問 阿Sam 對嗎 好玩嗎 可以嗎 留下嗎 現在通常都是 十多二十個 或者二十多 三十個 很多 如果現在回到 三十個裏面都會有 兩個至三個 是真的 熟和漂亮的 是真的有的 嘩 這樣也挺低的 機會 機會挺低 是不是即興的fantasy 低了很多 女女同學分別 現在通常什麼年紀多 你還會去夜總會的話 三十多歲 女生現在十多歲都有 不過少些 現在都起碼二十多歲 總之女生一進去 就要開始計算 譬如寫你十二點進去 那你十二點半埋單 那你就要埋那半個小時 那就要加上人頭 一點一八 剛才我們不是說到 有份木魚金魚 帶女女出街 但出了街之後 那部分 其實是已經 和媽媽生沒有關係 還是都要拆 中細牆來說 大部份 就不會拆 但如果大牆 這些叫做蝦仔 和五百比一百 一千就比二百 這樣 給媽媽 如果細牆 這些皮肉錢都不要 整天不是說 寬場無珍愛的 你有沒有見過寬場 找珍愛的case 有的 我要初戀那些 九幾年那時候 就真的多些 但如果現在 找不到珍愛 九幾年是怎樣 找珍愛的 有錢 有錢就有珍愛 最近有個女生 都是 我的客人和她一起 之後 她就沒有上班了 就開了一間 時裝店給她 後來就和客人分開了 有很多人 這行有這麼多人 你很多時候 都要在外面找很多 新血 這兩母女 她又不知道媽媽 是在這間牆那裏做 但她們事前 知不知道大家 都是在夜總會工作的 其實大大小小 有很多間 她又在外面玩 就認識到那些人 那些人 叫她上來開工 沒所謂 就上來開工 因為心態都是想著 喝酒餐飲料 所以就上來 就見到自己媽媽 就是媽媽生了 對 當她們在廳那裏 撞狂的時候 就吵了 看著剛才的場景發生 是呀 我都在 我都覺得 其實一看就知道 她們兩母女 都是小小的 差不多型格 樣子都差不多 即是吵架 打架 被媽媽打 就算媽媽做甚麼都好 都不會想自己的親生女 她要在這裏撞到她 是不是 打起上來之後 沒多久 跟著媽媽開工 轉折是這樣的 為何 跟親生媽媽 但沒有罵走到 女兒變成自己女兒 為何會變成這樣 其實如果罵 如果罵是可以 教好女兒的話 女兒不會跟別人上來 開工 即如果你兩個 那個關係是好 和溝通得好 她根本就不會 在外面認識到這些人 這些人也不會 帶到她上來這些場 她也不會跟到別人上來 唯一的就是 你如果跟別人 你不如跟我 有否在夜總會 做事的時候 有些深刻見盲 一個就是 香港有錢的叔叔 她一來到 媽媽進去 一看她喜歡的型 她就說 叫媽媽去洗腳 損腳趾 女兒也是 要穿梁鞋 不可以穿襪頭鞋 適合她 她就叫她去洗腳 洗完腳回來之後 就遞腳趾給她損 只是 腳趾供500元 有額外收費的 我剛才想問很久 會不會有額外收費呢 她損完 再洗腳 再損又500元 但對於女兒來說 其實她都是想賺錢 所以她應該是OK 這件事 不是的 不OK 中女兒就什麼 小妹就一定不行 你不會直接走出來 神經病 另一個呢 另一個呢 剛才你說有另一個 一個日本人 她就 公事包 是那些女孩子出來說的 一坐下 她就會拿一雙絲襪出來 叫你在她面前穿 可能你100 200 那些女孩子就不肯 你就換 一邊換 一個小時 五六個 七八個 就已經整個小時了 她就結帳了 但其實便商來說 我覺得是給客人 有一個空間 她將自己的本性 做她自己 是啊 是 暴露出來 但不多 這些 有客人這樣 有沒有問過她們 這麼喜歡上來 夜總會找你們 有些女友自己也有說 她喜歡那種感覺 很吵 播音樂 喝酒 什麼都說 有時候不要笑 你也要笑 那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所謂的夜總會 是真是沒落的 都是的 都是的 因為形式不同了 現在的人上來 不只是喝酒猜妹 那客人有沒有說 是甚麼人多 甚麼人都有 古惑仔 大哥都有 那其實你自己也覺得 這份工作不算和別人很自由地說出來 我認識一個老友 有很多變成老友 有很多有家人 有太太 我都跟她說 喂 你有老婆 喂 你有三個子女 答我便說 我出來玩了十幾年 我跳舞 我跳了十幾二十年 我都未衰過 我不管你二十年三十年沒事 一上來玩 你一遇對一個 就沒有了 很多真的會為了那個女生 而放在家裡 都大量人盡 大量人盡 大量人盡 老婆走上來吵 都是這樣 我都有見過 有見過是這樣的情況 但很無奈 沒有辦法 你說我們職業好不好 如果你給我回頭 我都未必會選擇夜總會 但我已經是沒得回獎 已經這麼多年了 已經入浸了這麼久了 但你現在有沒有回想起 你當初第一次 可能你說由師兄突然間 就踏了腳進入這一行 然後到現在你就突然間 喂 做到真的退休年齡了 這麼多年有沒有回想過 其實為什麼突然間 我會放了整個人生 在這個行業裡面 沒有 因為其實除了這個行業 我這個人生 都已經是擺得很錯很錯了 其實根本應該是由我十幾歲 一直到現在 都是很錯 整個人生都已經是錯大了 我都不差再錯了這件事 不是他有故事才進入這一行 其實很多時候是進入了這一行才會有故事 你真的遇到那些 形形即食很多不同的人 如果有一個是適合的 而他又不是好東西 你就會很精彩 最後想你講 我們有很多人 其實對這一行都很陌生 譬如我和Sam 基本上對這一行是完全不認知 你覺得有什麼說話 跟這班人說呢 我覺得去見識一下 一定是這一行 所有事情都是 去見識一下是不要緊要的 每一件事都不要沉迷就可以了 謝謝阿珊 謝謝今天跟我們說了這麼久 拜拜 拜拜 Sam和辛說 你可以去見識一下 但千萬不要沉迷 知道嗎 我會和Michael一起去 但沒有驚奮 他也可以一起 我覺得他挺對的 今天很難得找了阿珊 很真心地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還有 有很多事情我都沒有聽過 夜總會 他不說都不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都支持 我們這個七百萬眾聲音 追蹤我們 M.M. 留言 訂閱 讚 讚 拜拜 不知道怎麼收尾 阿Sam 怎麼收尾好 好啊 要不要很尷尬 要不要很尷尬 不過我們一向是很尷尬 是的我們一向都很尷尬 我們一向都很尷尬 我們一向收尾都很尷尬 我們一向收尾都很尷尬 我們一向都很尷尬